8月8日韩国超人机偶像组和深爱的成员 金鸡饭和崔敏豪一起现身上海 吸引了众多粉丝的关注 现场的尖叫声更是磁吸皮肤 两位成员还默契地穿上了粉色服装 充满梦幻的色彩更是让现场人气爆棚 如今男色当道 秀色可餐也不再是女人的专利了 虽然是位女性化妆品店站台 不过这两位花美男依旧凭借其时尚的气质和完美的肌肤 秒杀了众多爱美女性 这跨界吆喝果然是看点十足哦 现场崔敏豪也是大方透露了自己喜欢的女生类型 我说各位粉丝们长头发赶紧留起来哦 面对那么多热情的粉丝 金鸡饭和崔敏豪也是相当的感动 他们也在采访时表示以后希望多多来中国和大家见面 只是可惜暂时还没有Fan Meeting的计划 第一次是 我们还没想到中国粉丝们 可以帮忙的时间 我们可以帮忙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帮忙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帮忙 希望大家可以帮忙